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总统太不敬了 还是不说得好 说说 说说也无妨 天津卫的老百姓说段总理野心大 冯总统算白搭 话粗理不粗啊 这也是实话 段祺瑞专横跋扈 太不像话了 王爷实在是不想跟段祺瑞打交道 所以想见见总统就回天津去了 不知道总统能不能在百忙之中见一见王爷 总统夫人母仪天下万众景仰 宜亲王不胜仰慕之志 这是宜亲王母亲最喜欢的饰品 宜亲王说除了国母无人能配 还请您笑纳 武功不受禄 这怎么可以呢 红粉赠家人 宝剑赠烈士 这王冠只有王后才能戴 别人留着也没用啊 你这个孩子可真会说话 我这就去跟总统商议商议 王爷既然到了北京 总应该见上一面嘛 那就麻烦总统夫人了 你稍等啊 哥哥 这封请柬是总统邀请王爷 到总统府来的 请你转告王爷 随时都可以到这儿来 谢谢总统夫人 请 听听 我们来这里时候可不短了 是啊 已经有十几天了 王爷 我是总统府的 奉冯大总统的命令 邀请前卿王爷 爱心觉罗宰播 到总统府共商国事 慢着 这我得请示一下段总理 怎么 冯大总统的命令 在这儿不好使吗 您别误会 王爷是总理的客人 卑职一切都是出于 对总理客人的安全考虑 你的意思是说 王爷跟我到总统府 不安全了 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是冯大总统亲笔写的情节 你不相信吗 如果你再阻拦的话 我就空着车回去 回头你跟大总统解释 王爷 人家不让咱们见总统那就算了 如果总统问起来的话 咱们也有话说呀 请问你尊姓大名啊 林海 想不到 你穿上这身军装还挺帅的吗 等跟王爷办妥了天津的事以后 说不定我真的穿上军装呢 那你也得戴上我 这事我可做不了主 你就问王爷吧 坐好了 王爷 您不是去总统府吗 我去紫禁城 为什么 我要去见民国大总统 就得先去紫禁城拜见皇上 难道连这点尊严都不留给我大秦国 请你马上让开 开车 什么 去总统府 又去紫禁城 你们这些人都是吃干饭的 赶快给我追回来 报告总统 战报 湖南大败 全先进尸 什么 混账 败类 都是一群我的废 佐藤先生来了密令 要除掉王爷 除掉爱新绝罗 再播 这只是避人的一点小意思 事成之后回到日本 佐藤先生会另有重赏给你们 不过 如果出了错 我想 我不必再说了吧 各位武士不会怠慢吧 他们逃离了北京 段祺瑞政府也在追踪他们 回天津十字街 是他们必经之路 你们可以在那里埋伏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段总理命令 立即逮捕爱新 结罗宰播和他的同党 绝不能让他从我们的眼皮底下跑掉 是 大远 这个王爷一准他就跑不掉了 不能标以轻行 这个家伙多少次私利逃生 狡猾得很啊 恐怕今天他就难逃一死 据包达钦的消息 日本的杀手已经和他们干起来了 真的 真真万全 怎么啦 躲了一波又来一波 我们要小心点 走 准备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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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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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要是把王爷解决了 不就省得咱们动手了吗 管他是死是活 到时候往段总理那一送 您不就交差了吗 也怪了 段总理像贵宾似的 把王爷请进去 一眨眼工夫就成了通缉犯了 小的琢磨着 段总理是想让王爷出点血 可是王爷呢就不答应 所以他把段总理给得罪了 有道理 得罪了段总理 什么狗屁王爷 他死定了 还是大人你有造化呀 本来我们要除掉那个王爷 可偏偏这小子 还有点小运气 三番五次的逃脱 这次他把段总理给得罪了 你不想怎么宰他就怎么宰他吗 看他们哪个王八蛋 还敢替他讲话 报告王县长 市政府送来的集电 你 爱新觉罗宰波 系前卿王爷 却能顺应时代潮流 能深明大义 与张匿辫子军浴血天津 大振共和之威 实为有功之势 天津政府理应礼乐待之 并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任何的侵犯 哎 这就怪了 这段总理要抓 大总统要保护 这一个政府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 哎 这没什么新鲜的 冯国璋和段奇瑞一向尿不到一个狐狸 一个让你往南 另一个准让你往北 这种事情啊 折腾了好多次了 那 那那个王爷咱们怎么办 你抓吧得罪大总统 你不抓吧得罪了段奇瑞 哪搞办呢 咱们就给他来个 谁的官大听谁的 大总统官的 那咱就听大总统的 可总理有实权呢 那咱听总理的 哪天总统把总理给撤了呢 那咱就听林的 照你这样 乌刹帽都摘了好几次了 那咱怎么办呢 咱们先笑脸相迎 等北京那边来了准确的消息 咱们再翻脸也不迟 董事部队即刻出发 这回该看咱们爷们儿的了 是 走 走 走 上 没事吧 没事 爹 您说巧本一郎能把王爷给杀了吗 他必须死 这是乔本打了保票的 你就放心吧 明天早上我们看到的 肯定是王爷的尸体 好 我连都停着 全都给我出来 停停 王爷 啥子 没事吧 你带这么多人来 是保护我还是来抓我 王爷 当然是专门来保护你们 是 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得到消息 说有一批歹徒要杀害你 所以我就人马多带了一些 指望你们呢 我们早就见阎王了 里边那几个日本人就交给你处置了 可惜带头的跑掉了 是 我一定严加审问 如果事实确凿的话 我一定严惩不淡 我们走吧 王爷 在 跟住他们 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明白 什么 王爷 他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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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的不对 这雪花是嫦娥变的 她偷偷的吃下了灵药 丢下后印 一个人飞上天成了仙 李商隐的诗句不是写过吗 叫嫦娥英会偷灵药 碧海晴天夜夜心 她要是想见的后印 只有变成雪花 才能重新的回到地上 你可真是多愁善感 怪不得被学校发现 你是个姑娘叫你退学了 你的书算是白念了 先生不是讲过吗 月亮只不过是一个光秃秃的星球 什么都没有 没有吴刚 没广寒宫 也没有月兔 我以后更没有长额 你不是出去办事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外边好多密探 帮我一个忙好吗 帮我把门口的密探引开 怕什么呀 你就大摇大摆的走出去啊 我不是不想让他们看见我吗 林海 我早就看你这小子 鬼鬼祟祟的了 说 说 是不是 跑上天津的女孩子了 这种事情是不可以乱讲的 你别不好意思 你如果真的交了女朋友 那是喜事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如果真的看上哪个女孩子 得让我先参谋参谋 小姐 真的没有女孩子 我出去是干正经事啊 正经事啊 要不我帮你办 怎么样 看 有秘密瞒着我吧 听听 确实是有件秘密的事 不过 我以后一定会告诉你的 那好吧 我就帮你了 不过 你以后一定要告诉我 一定 王叔 你下去帮我准备一些黑色的 雨伞 好 快去吧 兄弟们 盯了一个多月了 挺辛苦的 拿着伞了 下雪天 拿着吧 不要钱的 拿着吧 这是我们老板可以关道的 拿着吧 拿着吧 这么辛苦应该的 应该的 拿着吧 应该的 太客气了 可以 一个多月了 好您说的 又是风又是雪 拿着吧 拿着吧 这是我们老板交代的 拿着拿着 千万别客气 客气什么呀 别客气 拿着吧 没关系 不要 不要 王爷 听听啊 刚才搞什么鬼啊 没什么呀 我是看那些便衣们给我们守了一个多月的大门太辛苦了所以我就去靠了靠了他们呀 哈哈哈哈 哎 段祺瑞要抓我 冯国章要保我 那个王伟宗可为难了 寇狡猾 他来个不放也不抓 如果段祺瑞凭借着势力搞倒了冯国章的话呢 他一定会抓我 要是冯国章压倒了段祺瑞的话 他就会说一直在保护我 哼 这个老话头 可是如果局面总是这样下去咱们怎么能什么都不做吧 我们的建筑生意不是红红火火的吗 我是说您报仇雪恨的事 哼哼 包大钦气得吐血 那费勇家也是对着我送给他的菩萨神经兮兮 哦 这就是在报仇 听听啊 我要他们继续受这种折磨 嗯 可这大冬天的咱们总得做些什么吧 嗯 仇是要报的 救许老百姓也是要做 哎 我们开个周场啊 好啊 哈哈 哈哈 我看进口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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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您的啊 哎 好好 哎 来来来 那 别碰着啊 一个一个来啊 来 一个一个来 王爷 这是大善业 汉子 喝补粥 盖上轻点 很烫的 慢点 好喝不好喝 再喝一口 大家快一点 好喝 清远 清清 清清姐 清清 你怎么不上学 现在清清卫到处都是难民 我们哪还有心的上课 王爷叔叔 清清 你也来了 我们捐了些钱 您看看能不能帮上点忙 这么多钱 好 这个粥炒也算你们一份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来 大家快干活吧 好 干活 好 清清 这个孩子真是热心 来 来一碗 来一碗 那些人 很难民们打交道 还有天津卫的难民们 只要一提起王爷的名字 都喊他救命的菩萨 骂他 好人全都让他做了 哎 王爷身边的人 又没有什么情况 身边的人 啊 那个孟婷婷一直和他在一起 哎 那个林海呢 倒是出去过几次 并且和一个讲广东话的男人 经常见面 广东人 他们都说什么了 他们两个 讲的全他们是广东的鸟鱼 我一句都没听懂 都说鸟鱼 都是鸟鱼 哎 哎 这里边倒是有点文章 广东来的神秘人 一定是孙中山派过来的 这个林海要是 跟孙中山有联系 那这个事就好办了 哎 把那个广东人给我盯死了 有什么情况 随时向我报告 是 过 爹 王警官来了 哎呀 包总裁 您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 啊 不能提 不能提啊 您这病我能治 我给您带药法来了 说真的 您这病就病在王爷身上了 只要王爷倒了没 您这病自然就好了 对不对 他就是冲着我来的 我就是倾家荡产 我也要跟他斗到底 你还要再干 再干下去 连你的命都保不住了 去去去去去 出去出去 出去 快出去 哎 哎 包总裁 只要我告诉你这个情报 就能置王爷于死地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嗯 那好 你开个价吧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县大洋五百块 哼 那可是个天价呀 一百块 哼 买买 慢着 你真的能治王爷于死地吗 当然 好 五百就五百 说吧 还是老子痛快啊 那我就说了 说吧 前些日子 段祺瑞要抓王爷 可偏偏冯国章大总统要护着他 所以 我们王厅长就没抓他 根据最新情报 王爷居然和南方的孙中山有秘密的联系 这个可是杀头的嘴 如果我们拿到了证据 就是冯国章 那也报不了他 真的 那还有假 王爷的侍从林海 一直在跟南方的那个情报员有秘密的接触 而且我现在早已把那个情报员控制在手中 随时都可以抓住他 怎么样 你们说我这个情报值不值五百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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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看你这个狗屁王爷还往哪儿跑 王爷 您喝杯水吧 好 真没想到啊 成以前周也会这么累 真想睡觉 好啊 王爷 那您明天晚上就不要去发粥了 嗯 为什么 您忘了 明天是您的生日啊 我记得 明天是我的生日 听听啊 谢谢你没有忘记啊 我不但没忘记 而且我还给您安排好了呢 我在利顺德饭店给您订了包尖 还订了生日蛋糕 嗯 对不起啊 扫你心了 听听啊 我去一直分过生日 哪有过生日 在坟墓跟前过的呀 就是这根断枝 救了我的命 也是这根断枝 让我脱胎还苦 以今天这种身份 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的生日 应当是我断枝的那一天 我爱不着 还会成功 我相信你 很坚持 都会新的 我感觉 我能得到 你不能来 我感觉到我 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自这根短纸 所以 要每逢我生日 王爷的生日 我都在一直奋斗过 因为只有这根短纸在一直提醒我 我到底是谁 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 我为什么活在这边 唐靖山 今天是你的生日 虽然你没死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消失了 就让我这个贾王爷替你活着 我为你活着 是要亲眼看到那几个恶人 在痛苦中受煎熬 让他们受尽折磨而死 到那一天 我一定会来这儿给你报个信心 大哥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 唐靖山 是不是应该还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没想过 这个问题 我还没想过 这场复仇之战 会是什么结果 不 我不知道 说不定最后会同归于尽的 我不许你这么想 你必须活着 好好地活着 管你是王爷还是唐青山呢 婷婷 你对我的心 我知道 可是你要明白 生死难料啊 人是不能死两次的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 老天爷不会战乎公平 我要你活着 要不然 我就跟你死到一块 婷婷 我发誓 我不会死的 不 过生日的 不能老说死字 不吉利的 非人�mış 你老人家放心 我一定会为您报仇雪黑 您老人家 要保佑儿子 亲手杀死那些仇人 为您报仇 爹 爹 大哥 是贝珍她怎么来了 那我先回复一下 好 费夫人 你怎么也来了 每年青山过生日的时候我都会来这 王爷 您怎么了 我答应过青山 每年她的生日 我一定到她分钱为她上香 我还以为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和青山之外 不会有别人知道她的生日了 没有想到 您还记着这个特别的日子 好 谁叫我答应过她 不过 如果青山地下有志 知道她过去的恋人 还惦记着她的生日 我想她的九泉霞 应该可以满足了 应该可以满足了 好 好 其实刚才我已经看见了 你在唐老婆坟前磕头的样子 我想 一定是青山回来的 除了她 还有谁会这样呢 既然到了这儿 我应该带唐青山磕几个孝子头的 今天当着青山的义纸坟 我就想问她 她会不会因为我嫁给了别人 而不愿意承认自己还活着 我没办法揣脱青山的心思 不过 我从一个懂得感情 懂得珍惜过去一切的男人的角度来看 如果她知道你已经嫁给了别人 作为一个男人 她不承认自己还活着 是最好的选择 也就是说她在怨恨我 恨我没有等她 你怎么不说话 你告诉我要王爷 她是不是在怨恨我 是 她怨恨你 非常怨恨你 怨恨你 只看到她一根手指头 就认为她不在人世 怨恨你 为什么刚过了一年就嫁给别人 怨恨你 为什么没有再去打听她的死活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但她从报纸上看到 你和别人结婚的消息的时候 她痛不欲伤 她对着天空大喊大叫 陪真 我没死啊 陪真 我还活着 陪真 你发誓要等着我的吗 想到自己的猎人跟别人摆天地 进渡房的样子的时候 她就拿自己的脑袋狠狠地去撞墙 你 恨不得重死自去 什么也不再想 老话说得好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连头各自飞 何况你们没败天地 凭什么 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去打好一个 大牢里的死穷 可是 我真的以为她死了 不 我根本就没有解释的权利 如果我一直等她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的懊悔了 我怎么就那么傻呀 看到那个段芝 就真的以为她死了 你说的对 是我错了 你应该谴责我 你骂我吧 你狠狠地骂我吧 这样我心里还会好受一些 我没有权利谴责你 我只是把唐青山内心的煎熬和痛苦的感受告诉你 秦山 如果你还活着的话 你就站出来惩罚我吧 是我不好 我背叛了自己的事业 我没有遵守我们两个人的约定 可是 我可以发誓 我没有背叛对你的感情 我刚才说的是当时的情况 如果青山她还活在这世上 我相信她不会再怨恨你 她跟我说过很多次 她愿意为你牺牲一切 她理解你所做的一切 我 ker it'll 还要不要再 verl胆 而已 somebody 开 开 开